那我们呢,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去解释这个定义 跟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那今天呢,我们事实上是要继续 就叫继续 那在讲它的一些性质 而且呢,我们的例子呢,会越来越多 在后段呢,还会讲到就是那个所谓的指数列 subsequence 那这个是今天最后的那个部分 那上星期呢,我们record一下 上星期呢,我们证了这个定义 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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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上星期所做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我们呢,花了一些时间证明 那个证明,也不简单的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个limit是可以跟这些加减 成熟呢,给它有一个适当的互动 反正是想当然 就是,这个a加b就是,limit的an加limit的bn 那好像一个分配率一样,这个我有讲过 那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 是怎么样呢? 原来我们知道an有limit,bn有limit 这个定义呢,叙述是这样子写 但是呢,事实上如果你用文字讲的话呢 你去看书上写的话呢 事实上它写的比我详细很多 我这样子写呢,事实上是 有一个东西呢,可能没有太清楚的 是说,an加bn这个sequence有limit 而且这个limit是等于a加b 如果仔细讲的话呢,应该要这样子讲的 我这里呢,因为我们在黑板上有一个局限 我们就是这样子写 原来知道它有limit吗? 你a有limit,an有limit,bn有limit an加bn是不是一定有limit? 不知道 我们利用F1Delta呢,就说了 它们就是以a加b为极限 那所以我们是讲了两个事情 严格来说是讲了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是说,这个an加bn是有limit的 第二个是,它的limit就是a加b 是两个事情 有没有limit也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limit也是很重要的 那其他的也是类似 就是每一个组合 本身有没有limit 事先我们也不确定的 一直到我们利用这个epsilonn这个语言 给它建立起来 它就是有limit 而且limit是等于一个数 我如果知道它有一个a 我就是要想办法去找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定理 假设我的sequence,我的数量an都是非复的 大约等于0 而且它有limit,等于a 则,a部分我就说 这个a,这个数一定也是大约等于0 那然后当然重要的是b部分 这个根也是好像可以分配的 就是这个根号跟这个limit交换 就是这个,对不对 它是根号of limit an 就是a嘛 好像可以交换 就好像我们算术一样 是这样子看 那这个想当然是对的 那但是我们这样子写出来 一方面是要建立我们的所谓的理论 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一个习题 怎么样子去学习 怎么样子利用这个epsilonn去 很严谨的去将这些所谓基本的东西呢 给它讲清楚 是没有漏洞的 那好,我想我就给它证明了 那这个图画当然是蛮清楚的 以an大于0的来说 我们看看 就是an是,0是在这里 那an是在 它可能很接近0 一直砍下去 那它越来越接近这个a 这个a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负的东西呢 那大概是不行嘛 对不对 因为呢 你如果是你要走向a的话 你就是要越过这个0 越过你的这个界线 那好,我们这个语言 怎么样子可以说明 那就是找一个合适的epsilon 是这样 那那个合适的epsilon会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可以提出来 合适的一个范围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这个范围呢 是一定保证 这个a呢 是这个范围都是小于0的 这样子的话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an最后就要走进去 那就不行嘛 所以这个是用反正法 假设a小于0 那我就有一个范围 an最后要走进来 可是 这样子的话 an就要小于0了 它走进来就是小于0了 按照我这个图 但是这个范围怎么设呢 这个范围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可以提出来 所以我要证明的时候呢 我就是假设 这个字assume跟suppose差不多 assume呢 更清楚说是假设 这个a是小于等于0 小于0 所以我就要取一个epsilon 好 那已知是这个样子的吗 是不是 0.1吗 那是什么呢 哦 许师傅你知道吗 我会取负的二分之a 负二分之a 如果a是小于0 负二分之a是大于0 哦 那那个运算呢 是这个样子的 好 当an大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是对的 哦 或者是 你直观来说 它跟a的距离是小于 二分之a的绝对值 所以它就是比a多一半 还是比a小一半 所以 这个就是二分之a 这个是二分之三a 是这样子 这个是二分之三a 那就保证一定就是小于0 好不好 你这里当然是可以做一些代数 给大家展开嘛 那是说 an 减a是小于 负二分之a 大于 正的二分之a 它的负号 好 那 两边 两边加a 不是吗 好 那就出来了 好 那 你说0.1 我也不知道a是多少 a可能是0.001啊 你说一个十数的话呢 一个十的 就是说确实的一个数呢 讲不清楚的 你一定要跟a有关系 无论a怎么接近 我拿它一半 那a是一个已知的东西 所以a可以是0.1 可以是0.0001 可以是什么 什么都行啊 我就说是二分之a 所以这个是一个抽象化的好处 我可以试用所有的状况 好 那 所以我就令这个 epsilon等于负二分之a 所以 所以按照 因为我的limit since呢 limit an 等于a 我就存在 我就存在一个大n 那按照我刚才的那个做法 就是 然后an啊 是小于 是这样 可是二分之a是负的呢 a是负的 所以二分之a也是负的 那 而且你是 你不止一项是负哦 你任何的 n大1等于大n 都是负的 那这个就是矛盾 矛盾什么 矛盾 我说an是大于等于0 我这个是 当然是follow n 这句话 我这样子写的话 当然是follow n 所以 是这个 b部分 b部分也蛮简单的 我们要分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a等于0 所谓的case1 或者是我 我用我的 习惯的那个符号 我叫做第一步 这是我的所谓的第一步 就是a等于0的状况 那你盘算一下 我的 我的希望呢 我希望 这个an 跟an 减a 是 减a 跟a 我希望这个 这个东西是很接近a 跟a 所以呢 可是这个呢 就是等于跟a n 因为这个是0 而且就不需要怎么绝对值了 因为它一定是正数 那 所以 我希望 这个东西是小于 epsilon 就相当于 我希望an是小于epsilon 平方 对不对 那 an有没有可能小于epsilon平方 当然有可能 因为an跟a是可以任意接近的 所以 任何的epsilon大于0 我都存在一个n 那这个是怎么说呢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的epsilon 我要求 我要求 epsilon是0.1 那 我就 描0.01 我希望an 是小于0.01 an跟0的距离 小于0.01 那这个当然可以做得到 因为 0.01 主持一个 一个要求嘛 那你就 你就找合适的n嘛 这个n是 针对0.01来做的 然后 如果an是小于0.01 那跟an 就是小于0.01 不是吗 那我就做到 按照我们之前的 那个规划 任何的epsilon 找到这个n n以后的 都对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当然是成立了 因此呢 limit的 跟an 一定要等于0 还有第二步 一般的a大于0 事实上我是先做 一般的a大于0 再做这个a等于0 那 因为我们 已经知道a是一定 大于等于0的 所以呢 我这个组织就是 但是一般呢 我就发觉 有一个小漏洞 就是等于0的时候呢 处理不了 所以我才有这个case 这个 这个是一般的 a大于0 一样的 我希望 我希望an 跟a 是 小epsilon 很小 那我就是要做一些代数 去将 它 变成是 an-a 的 那个绝对值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想应该是不难的 因为 这个 大家在 国中啊 高中应该有用过的 一个共和的 你乘以这个 跟an加跟a 你就会得出 一个是an-a的东西 这个trick应该是 大家都用过的 然后 所以这个是等于 这个绝对值 这分子是漂亮的 我再来处理分母 分母有一个an 一个变动的 那 我们又有一个 简单的不等式 去处理它 这个简单的是 非常有用的 这个 当然是大于等于零嘛 我不要它 我就一直 一直做下去嘛 这个trick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这个就是一个 大m 所以 这个东西 是小于 这个大m 然后只要我说明 我有办法 弄到这个东西 是小于 epsilon的话 我就成了 好 我就成了 OK 我希望是 当an够大的时候 这个小于epsilon 那怎么弄呢 就是因为原来的这个limit an 减等于a 是 我不叫跟a是多少 跟a是一个数 所以比如说 我的epsilon是0.1的话呢 我就是要去 这个跟a乘以0.1 然后去找这个大m 当然有嘛 有这个大m 那 我的设计是这个样子 OK 那 大m以后呢 这个就是对 但是 如果这个对的话呢 就表示说 我前面已经做了 这样子的 好 我给它弄宽松了一点 但是呢 宽松还是可以很小的 那 这个 沉进去呢 就是 当然是 这个是小于等于 这个沉进去呢 当然就是小于epsilon 因为 你这边是跟a epsilon乘以这个跟a分之一 就小于epsilon 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是做了 对于任何的epsilon 找到一个大m 找到一个大m n以后的东西 我的跟an减跟a 绝对是小于epsilon 那建立了这个以后呢 当然就 我就有这个结论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我做这个不等式是重要的 因为我简化了这个以外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常数 那但是呢 如果跟a等于0的话 那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设立另外一个case 来处理 这个 多余的一个状况 当然那个也不是太复杂 所以两个合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夹击定理 还有什么不同的名称 除了夹击以外 大家都学夹击嘛 那个定理是这样子说 我的 我有三个数列 我有三个数列 一般是这样子说的 是cn在an跟b中间 cn在an跟b中间 那如果我现在呢 有limitan跟limitbn 同时都等于 同一个数 同一个数 l是失数 者 我的limit 我的cn 一样是这样子说 cn原来有没有limit 我不知道 现在呢 an有limit bn有limit 而且都等于l 我就确定cn有limit 而且这个limit也是l 也是l 也是l 这个所谓的夹击 还有没有别的名称 三文字定理 sandwich 也是有的 三文字定理 夹在一个三文字里边 squeeze theorem 或者叫sandwich theorem 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的l 然后这个是a1 这个是b1 这个是ce 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a2越来越接近 a3更接近 b2越来越接近 b3更接近 整个图画是这个样子 还有b4 越来越接近l 那你的c呢 坐落在中间的话呢 它可以逃到哪里 它有没有可能 可以 我说它逃 它逃走的 它会不会逃走 它会离开这个l 那我说 不行啊 我强迫它 它就是要走上那边 没办法的 它就是 c就是在中间 它在中间 它在中间 不是越来越接近吗 因为左右两边都夹在里边 它逃走不了 所以 它就是注定 就是一定要走向 这个归宿 就是这个l 是这样子 证明呢 也不难的 很直观 很直接 简单来说就是 你的b1跟l距离 不会大 都很小的嘛 所以呢 大概b1就小于 某一个l加epsilon 然后a1呢 我不管它 大于它是怎么样子 但是a1不会比fl小很多 它一定是比一个l-epsilon 要来的大 然后c是夹在中间 那就完了 它跟l不能超过 这两个数 那它就是要跟l要很接近 是不是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就imply什么呢 这个 我这样子写 会不会OK啊 an就一定 小于 这个绝对值给它拆开来 就是 an一定要小于l加epsilon 大于l-epsilon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同理呢 我也有 在这个前提底下 我也有n2 使得n2以后呢 bn也是会 在l加epsilon跟l减epsilon之间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有limit啊 它们的limit都是等于l 所以 对于同一个epsilon来说 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况 然后 所有的大n 都会满足这个条件 跟这个条件 那 这边有n2 这边有n1 那 我选比较大的那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大n以后的东西 都要大于n1跟n2 然后 然后 我就有呢 an一定满足 它大于l-epsilon bn一定满足 它小于l加epsilon bn既然满足 这个条件 所以我只是取其中一部分 如果这个对 这个当然对 如果这个对 这个也当然对 是不是 然后 但是前面又说 它们夹着cn啊 所以 所以cn 就 大于l-epsilon 小于l加epsilon 在这个不等诗底下 那 我就 那现在好像翻译游戏一样 我就只能翻译成 一个绝对值得 那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 我们将这个田中庭 给它弄圆满了 是说 我给定了epsilon大于零 我找到一个n 通过an跟bn的 这两个数列的资讯 我找到一个n n以后呢 这个 cn跟l距离 就小于epsilon 那不是就说 cn有limit 而且limit就等于l吗 好 那这个就是大家 夹击原理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 但是 现在我们是用一个严谨的态度去 对待它 我们就给它所谓的证明清楚了 夹击是其中一个最有用的 的limit 我们今天呢 我准备了几个例子 来说明它的一些应用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 二分之一的n方的limit是等于零 好了 两个 对 另外一个可能还不行 好 两个 好 既然我刚才讲夹击 我就先 先 先 讨论着用夹击来做 用夹击来做 m代表什么 method 方法一 但有一点点技巧的 第一步是这样子说 rn 我希望rn跟零距离很接近 这个东西 当然是等于r的n方 是不是 绝对值 但是也等于r绝对值的n方 这个没有不一样的 对不对 r的n方就是r自己乘自己n个 然后拿绝对值 跟每一个绝对值 然后乘n次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考量是 事实上就是要 我希望r绝对值的n方 是要来得小 然后呢 我就得出 我就令 这个r绝对值是等于1-d 这个r绝对值是小于1的 那当然大于等于0 这个不用多说 如果它等于0的话呢 这个也是trivial的 这个也不用讲 不过我想无所谓 这个是无所谓的 那这个d呢 就是一个正数 它是 它是小于1 大于等于0 好不好 sorry 它是大于0 小于等于1 它等于0 相当于就是r等于1 现在要绝对小于 所以不可能的 但是这边是无所谓 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d是这个样子的话 1-d平方 当然是小于1大于0 是这样 那 trick就是在这里 1-d平方 只可以分解成 1-d乘以1加d 两个都是正数 所以我的r绝对就是1-d 它是小于1加d 好 然后 它的n方 是小于1加d的n方 而1加d的n方呢 你就用二项式定理给它展开 好 那 它有很多项 每一项都是正的哦 每一项都是正的 所以呢 我就取 第二项 它是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等于 1加nd 再加n 乘以n减1 d平方 一直加上去 二项式定理告诉我们呢 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是对的 现在我就是取 这个项 这个项是最简单的 然后 d是一个固定的数 然后你有一个n分之一 n分之一不是去上0吗 当n大的时候 所以 我们就有 这个东西是去上0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而 r的n方 当然是大于0嘛 那 所以它也是去上0 当n去上无穷 那所以这个就是夹击了 r的n方 绝对值的n方 就是通过 这个 它是夹在两个数列之中 各自的limit都是去上0 所以 by squeeze theorem 它的绝对值的n方 就是要去上0 而 如果它的 这个绝对值的n方是去上0 它本身 也是要去上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结论 哦 那这个是一般夹击 我们使用夹击的时候呢 常用的那个 这个图画 这个一个数列 它小于 另外一个数列 大于 第三个数列 然后呢 前后的 都有极限 同一个数 那我就强迫 中间的那个 也是要 呃 满足 这样子的条件 夹击 啊 好 我刚才呢 那个定理的时候呢 呃 我漏掉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点 是 是重要的 当n大于某一个 大n的时候呢 我的cn 它是介于 an跟bn中间 那 呃 而bn是大 小于 al加epsilon an是大于 l减epsilon 那 最后呢 你就是得出 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证明的精神 那有一点是 需要 需要说明的 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 每一个n都对 这样子一个数列 我们是不是要 每一个n都对 那 事实上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我们大n 大的n 对就ok了 比如说我从 第100项 这个成立就 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 我最后的 这些不等式呢 是一个大n 之后的 我这个大n 如果 比如说我100 第100项以后 这个成立 那我这个大n就选取 一定要100项以后 啊 如果原来 n1n2是选到 第50项 我不要 我要100项 这个n呢 这个选取呢 不是唯一的 你50项对 100项也对 500项也对 5000项也对 反正有一个n就好了 他的选择 不是 唯一的 你不同的 不同的进入呢 有时候出来的n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可行的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抵触的 所以 我不需要每一个 前面的 我们叫少数 少数可能很多 可能少数可能1万 哦 少数的那些项 这个不等式 这两个不等式 可以不成立 但是后面的多数 那个尾巴 涉及无穷项 只要它成立 事情就好办 那这一点要注意的 所以我要是说 我要给一个remark 我只需要n0以后的项 成立 就OK了 n0是某一个数 可能是100 可能是1万 我不知道 那但是 它要成立 OK 好 接下来呢 我要给出 我刚才的那个立体的 那个 第二个证明 那这个立体 当然是非常 非常 直观 它的limit等于0 这个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学过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给出一个 刚才呢 我利用这个夹击 这个trick呢 是在哪里 每一个 现在你们学的 每一个证明 每一个 每一个 习题 可能都是一步到两步 是最重要的 这两步 要积极 其他的 你应该有办法 是可以推演下来 那这个trick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那这个不等是一过去 情况就 好办了 你大概摸一摸 应该是有办法 可以摸得出来 如果你 比如说我们的2的n次方根 我们 你去猜一下的话呢 根2大概1.4嘛 然后你再根的话呢 就更小了 可能是 差不多1.2 小1.2 你再根 再根下去 那这个是去向1 是应该是清楚的 现在呢 所以这个是等于2的n次方根 好了 那n次n次方根呢 那个是比 比2大耶 它会被比多一些 那我们说 不会 那等于 那这个当然是做过一些实验 去弄的 那 我们给一个 证明出来 Flo n 这个n 是大于1的 这个是 当然是很清楚 你n的n次方根 当然比1大 你想一想 这个数的n方 只要等于n 它可以等于1了 比如说2的n次方根 当然也是比1大 你比1多一点点 你的n次方才会等于2 那比1小的n次方根 就更小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另 那那个trick呢 那个trick跟刚才的那个有点像 我弄一个 n的n次方根 就等于1加的dn 它比1大嘛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说 然后 n 就是这个n方 出来是这个东西 然后 二项式定理 二项式定理告诉我们 你就是等于这个 你就是等于这个 这一堆东西 sorry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dn是大于等于零 然后 1加dn的n方 展开出来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我大概要一两项就够了 我不需要多 我不需要多 我需要这一项就够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样 事实上你要找 一般都是用这一项 有一个n 可是这边已经有n呢 这个n 一消下去的话呢 就没东西剩 所以我需要大一点 我用这个 那然后呢 这些 都是一些证数 我就给它翻过去左边 那就有 有这个东西 ok dn是一个证数 那 所以我两边取根号 这个不等号都要保持的 它就小于 这个的根号 而这个的根号是什么 根2 根n减1 而dn我早就知道 它是大于等于零 你就给它限制 就是我要证明 n的n字方根等于1 那我就让它等于1加一个东西 然后证明这个东西是去上零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东西 我们要说一个东西是去上零 比较容易做的 比较容易做的 东西是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 现在就是做这个事情了 它是一个大于零的东西 可是另一方面呢 它小于 根n减1 分之根2 这个是一个常数 不用管它 这个当然是n减1 分之1 当然是去向零嘛 那再加根号 我们前面的定理不是说 你如果这个limit 有极限的话 它的根号也是去 相关的极限嘛 所以这个当然是去向零嘛 那你乘一个常数 也是去向零啊 前面的定理已经说好了 当n去向零 无穷的时候 这个是去向零 那这个当然也是去向零嘛 它是常数啊 它是常数数列 去向零 所以夹击我的dn by squeeze theorem 就是limit dn 那等于零 那如果limit dn等于零 它是 这个有limit 这个有limit是等于零 这个的limit当然等于一 所以这个有limit 做出来 夹击定理呢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定理来的 那你看我这里呢 整个东西呢 都是非常严谨的 每一个东西呢 都是在前面里边 都讲过的 都论证过 我们在课上用的 证过的定理 你们在写作业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用 因为那个是已经验证过了 万一你在作业里边 用到一些 没有学过的定理 没有在课上讲过的定理 那搞不好 你就要去证一证 或者是你说 它是书上的定理 那个我也可以接受 书上我们已经讲过的 范围的定理 那现在的论证呢 都是要给根据的 不是随便 这个应该是对的 没有应该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那这个要小心的 现在这个就是 按照我们的整个逻辑呢 是很严格的就说明了 它是对的 任何大于1的时数 它的n这方根对要等于1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a啊 是小于n大于1嘛 当n够大的时候 for all n大于等于a的 当n够大的时候 它当然是小于n嘛 那然后 我的n这方根 就小于等于a的n这方根 小于n的n这方根 不是吗 而这个曲线1 这个曲线1 这个不是曲线1吗 好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用到 我们刚才所谓夹击的 你这个n够大的时候 它才有大于a 不是所有 但是呢 某一项以后都对 那a大于1是这个样子 a小于1呢 它的n这方根 是不是也是去向1啊 比如说0.9 它的n这方根 是不是也去向1啊 只要你正的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令b等于a分之1 好 那 那它就大于1了吧 我的b的n这方根 就等于1啦 好 然后我的a呢 a的n这方根 是等于 b分之1的n这方根 不是吗 所以 它是等于b的n这方根 分之1 它根本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分母是去向1 那这个当然是去向1嘛 它是一个分数 分母有极限 分子当然有极限 做完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对 那 还不止的 我可以再给一个例子 这个数列 n的 attention 的n这方根 有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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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越来越大 但是幸好 attention 现在是有限制的 对于所有的n来说 这个attention 它当然是移动的 但是它怎么样移动 都不会 比二分之π来得大 它是 原则上它是 attention的函数的定义 就是 负二分π大 正二分π 那 而且呢 attention的n方的话 事实上它是 当n等于1的时候呢 它就是四分之π 那 二三四以后 它就是在后面了 这比四分之π大了 所以 这个不等号是OK的 那因此呢 它的n这方根 就保持了 然后 这个是 1.57多 无论如何 n这方根据相仪 这个是 更小 0.8 0.6 0.7多 不管啊 反正 任何状况都对啊 所以也是据相仪 所以这个 你看我们用理论的一步一步 将简单的东西给它拟清了以后 碰到复杂的状况 我就不需要多啰嗦了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就是 可以很 很肯定的 就是 几行 就可以将整个 limit给它计算清楚 我们要考虑一个 所谓的 指数列 指数列 这是今天最后的课题 指数列 这个 给定 这个an是一个数列 sequence 那我们都知道了 我随便选一个像 比如说 A2 A4 好 反正就是 一些 这些呢 都是 我们都就是叫做 所谓的指数列 它就是 an的 某一些部分 某一些部分 那 但是呢 它们也是一个比一个大的 这个重要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严格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将它 写成一个 一个定义 好 给定了an是一个 数列 我们说 它的指链呢 我们有一个符号 叫做ank 你要一个比一个大 那 我们呢 就将它写成是ank ank是什么呢 ank呢 我们看成是一个函数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数列呢 就会等于A1 A k等于2的时候呢 就是5了 k等于3的时候是10的 一直到k等于10的时候呢 就是1024加125 是2的十方 是这样子 走下去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这个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k的函数 这个所谓的nk 这个是我们一个抽象的符号 那它就是一个函数 将k引过去nk 但是有一个要求 dk向后面的 引过去原数列的那个象呢 一定要比前面的要来的大 就是这个13一定要比9大 17要比13大 一个比一个大 所以是抽样的 那这个当然重要啊 因为我们讲limit的时候 是要算n大的时候 那你就是 反正呢 你第10项以后呢 就是说这里的 新的数列的第5项以后 就相当于 这边的第10项以后的 你不能回头 你回头的时候呢 我们讲limit呢 就糊里糊涂了 那所以我们有这个需要 要要求这个指数列呢 是一项比一项大 一项比一项大 这里有一个定理 an是一个数列 它是收敛到一个时数a 弱且微弱 每一个子列 任何的一种方式的子列 它都是收敛到a 那我再说一遍 我这个定理是说 an是一个数列 它收敛到a 弱且微弱 每一个子列 ank 也是收敛到a 那这样这个定理呢 是很有用的 呃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 呃 负一一负一一 这样子的一个数列 呃 我们之前呢 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就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证明给他 哦 那就是说 这个limit是不可能等于一 这个limit也不可能等于负一 哦 那然后这个limit也不可能等于其他的东西 哦 呃 这个是呃 我们这个星期要教的一个加分题来的 那 也蛮啰嗦的 对不对 要分三步 才能讲得完 每一步也要花一点精神 现在呢 用这个就很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 负一一负一一 这样子走下来 所以我的a的2k加1 就是它的基数项 或者是2k减一 就相当于这个基数项 它永远都是负一啊 所以它就收敛到负一嘛 不是吗 它是一个常数的 它作为数列本身 是一个常数数列 哦 哦 那 然后 a2k可是偶数项呢 永远都是一耶 永远都是一 所以它也收敛啊 它收敛到一 可是一个是a 一个却是b 不一样的 所以它们有没有可能收敛呢 不可能呢 这两个不一样呢 好 我找到两个子列 一个收敛到a 一个收敛到b 它不是每一个子列 都收敛到一个固定的a 就破局了 就表示说 这个an啊 is not convergent 三行 谁忘了 哦 所以这个定理的好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 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书列的时候 我们用子列去看 谢谢大家